怎么样把资料库的东西做那个关键字查询 好像之前有用了一个叫什么呢 叫查询那个就是会员资料的 有没有就是请输入一个关键字 然后呢 比如他姓 你只知道他姓什么 那比如说我今天他姓李 但是我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那我这边可以怎么样 请输入关键字 他可以帮我去查完之后 帮我把什么 把那个姓李的那个会员 自动帮我把它查出来 那这个时候他会帮我列出我要的资料出来 OK就有点像那个 E-Sale里面的筛选功能吧 其实就是E-Sale 就是Seql这个资料库里面的实类语法 那关键的地方实际上就用实类词 哪些栏位 当然我们是缺所有栏位 所以如果未来你不需要那么多栏位 你可以比如说A到点B 就是假设A栏不用的话 那你就就是只要BCDE就可以了 这边的话你就是BCDE中间就要豆点 那关键的地方就是哪个table 会有关键就在这个 会有哪一个栏位 就是你这个资料表的哪一个栏位 那比如说我要查的是B栏 那会有B栏 如果是文字的话用like 给他前面关键字的话呢 记得前后都要有加person的符号 那这样的话呢 你就可以输入一个关键字 他会自动帮你把这个里放到这X里面 前后呢帮你加上person 其实就是万用字元 不管前面是什么 也不管后面是什么 在isale或ss都是用那个新号 star ok 但是呢因为资料库他用的那个符号不一样 万用字元 那因为他是文字 所以前后呢都要加单以后 他就会找到之后呢 他会execute把结果丢到cursor 那丢到cursor里面的东西呢 基本上就长底下这样子 就是一个table 那这个table里面因为只有查出来只有三笔 所以他会把这三笔 那你如果要把这个cursor里面的东西 把它print出来的话 你可以利用for哪一列 然后in这个cursor 然后分别把它一个一个把它写出来 ok 那所以如果说以类似的做法 这个好像之前讲过 你也可以怎么把这个当范本 所以呢我们如果刚刚的东西 你可以把它复制 贴到我们读取那个park 贴上那改几个地方 其实大部分都不用改 第一个只要把那个membering一改成park 因为我们刚刚的那个资料表的名称叫park 那我要查的是停车场的位置 有没有请输入停车场关键字 所以呢我停车场是放B栏 有没有四个栏位 A栏是项目 B栏是停车场 C是精度 D是纬度 ok 然后like 后面都一样 特别之后like 所以记得如果你这个后面 放的东西 本来可能是 这个特别之后 这个地方一定要 那如果你实在搞不清楚 我建议你可以 在参考之前讲过的 其实它原理很简单 其实原来可能它一定是长这样西门 那如果是文字前后一定是这样子 那如果里面的资料是可变的话 你就要针对这里面的东西 放个变数 放哪个变数呢 把X放到这里面来 不过我发现大汉同学这个地方 是障碍最大的 不过 讲过 其实你可以套用公式啦 双套双套移到中间 加加移到中间 打一个X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呢 等于就是说把这个X串到这个里面来 以后很多地方都会这样串 如果你会串的话 我觉得写程式就简单多了 所以我发现有些地方 你们知学也会写错 大半都是关键的地方错 其他都没有错 那 那 多练习啦 大概概念是这样 那我们把它execute execute之后的话呢 用那个连线物件 connection物件 帮我执行 意思就是说呢 把这一串语法丢给那个seqlite 那seqlite资料库接收到之后呢 他就会 把查到东西丢给那个cursor 然后呢 并且我把这些 把它print 它的栏位名称 然后并且把结果给写出来 比如说我今天希望知道什么 西门 没有离我们这边最近西门 所以西门捷运在附近有没有停车场 当然有 不过我不知道他给的是什么 当然我们这边可以直接输入西门两个关键字 我不知道它的停车场名称啦 不过它好像会 停车场名称好像就是西门捷运在附近周边的一个停车场 这个时候的话呢 他找出来了 不过他好像没有找到我们要的那个资料 好像里面 response好像里面是空的 停车场名称 啊 这边的话是不是还有啊 对 这边为什么找不到呢 因为我刚刚忘了加一个东西 对不对 所以写城市很多时候会 因为 太有自信了 然后忘了加 其实就像我那天考试也是这样 也偶尔会漏掉东西 但是还好是我回头看 我都看得出来 到底自己哪里写漏了 那补上去就好了 所以其实人不是机器吧 人不可能说不会错 更何况写城市里面的东西太多细节了 但是你要慢慢去能够 把那些可能发生的状况 慢慢可以掌握 你写城市才会是趣味啊 否则的话 如果你不能掌握这一点 我发现写城市会是很大的灾难 很多人真的啊 你只要一个细节错了 我跟你讲 你可能光那个地方就卡一整天了 卡好不止一整天啊 一直卡下去 所以其实有很多细节 我现在跟各位讲的东西 虽然感觉没什么 但是如果你没有找到好方法 你可能光这部分啊 可能就会要花非常多的时间 还不见得能够解除问题 好 好那这里的话呢 记得要是什么 星号 不是星号 person 记得person一定要是加对地方 它一定是加在单引号的里面 所以特别主要单引号的里面 OK 这样的话 看起来没什么 但是等一下你们可以试试看 如果你一次就做对那种工庆 以后的话就这样改就OK了 试一下 所以如果我今天呢 一样 把刚刚的错误修正了 把它执行一下 吸门 enter一下 有没有发现 这时候真的就查出来了 真的有两个 自行车的停车场 不过这是自行车停车场 OK 然后呢 它也会给精维度 不过其实 大家后面还可以延伸 你还可以去找 python有没有外挂 可以怎么样呢 丢给它一个精度一个维度 自动帮你把那个 就是你google map上面的位置 做出来 一定有这个东西 就是说后续我想 请各位自己下去找 像我刚刚试一下 基本上 如果你要找那个 google地图的精维度很简单 我刚刚有试过了 比如说我们随便找一个地方 点击到一个点 按右键 这里是哪里 这里是哪里 它会出现一个精维度 有没有 就这个 那你把它点下去 特别注意 特别注意上面看一下 其实就这一串 它的后面 只要你给一个格式 这个好像就精度 这个就维度 有没有 那只要符合它的格式 它就会自动帮你把那个位置 有没有 应该是 颠倒一下 应该是前面是纬度 后面是精度 但是你可能要格式化成它要的样子 OK 那你把这个资料放到这边 它就会自动帮你在这边打个地标了 哎呀 未来如果说按一下 玩法话很多 为了python其实可以结合的地方太多了 那也可以自动就秀你那个位置出来 那就很方便了 OK 好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我刚刚的重点就是 把那个之前的那个关键字查询 再稍微做一个回锅 因为我觉得这东西还蛮重要 而且以后你要应用的话 可以利用类似的方法 把它套用一下就可以了 那里面大概就 其实没改什么啦 就是顶多就是改一下 那个 这些相关的名词 还有栏数 好像它原来是四个栏 所以现在只有 原有五个栏 现在四栏 你把它改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所以这些的话 反正当范本 以后需要的话 那你就可以直接找到类似的范本 稍微 修改一下 那就可以呈现出你要的样子 那你有一个基础之后的话 你要再延伸其实就简单了 但如果你完全都没有任何的基础 要延伸出去就是一个大问题了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那我的写法尽量还是讲求的是越精简越好 所以我的程式里面可能会有很多是书里面没有的东西 书里面可能写的非常的多东西 但是有的东西我觉得好像太多余了 所以我会把可能不需要的那一些程式都把它拿掉 剩下来的就是我们需要的 所以写完的程式 大概顶多大概十行就可以解决我们要的问题了 那请各位试一下就是 怎么样把刚刚塞到database里面的资料 再做一个查询系统 可以帮我们做查询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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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